大家好,我是東橋的鮑伯 我們進來看京都的兩天一夜遊可以怎麼玩吧 京都是日本第八大城市 人口約有150萬人 從1868年明治天皇東京電都為止 京都在這一千多年間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 可想而知這個千年古城的歷史古蹟一定是多如翻新 我們這次的行程是以比較密集的方式兩天一夜遊京都 但因為時間的關係也有很多行程沒有介紹到 這裡建議大家參考不同的網站去刪解或增加理想區的景點 第一天上午我們抵達京都車站 由於京都車站周邊就有很多很好玩的景點 我們建議花一個上午的時間在這裡用散步的方式逛逛這區 京都車站高60公尺 總面積38000平方公尺 每日上下車人數大概70萬人次 比台北車站還多出1%左右 既然這麼多人使用 車站裡面的設施當然也非常多囉 車站裡面除了有百貨公司以外 也有京都拉麵小路 以及觀景台等等的 當然車站建築本身也很漂亮 京都車站的空間感非常的寬廣 而且設計感也十足 建議大家在這邊的時候可以花一點時間來這邊走走看看開拍照 京都塔瞭望室的高度為地上100公尺 是京都市最高的建築物 在這裡可以360度保染京都市區街景 另外東本月寺以及西本月寺也非常值得一看 東本月寺建於西元1602年 然後曾經在江戶時代的時候 所以發生火災四十二損毀 所以它在明治時代的時候重建過 並且裡面有非常多重要的文化財 西本月寺建造於西元的1591年 這邊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 古京都遺址的其中的寺廟 如果離中餐還有點時間的話 可以來美小路公園逛逛 這個公園站第10公頃左右 公園內還有水族館以及鐵道博物館 另外還有懷舊的大正昭和時期所建造的京都電車 讓大家喝個咖啡休憩一下 中午左右我們回到車站附近用餐 這裡的餐廳真的很多 大家可以挑自己喜歡的 東橋正式的餐廳叫做金呆尼克八條 我們挑戰了知名的京都九條蔥做的披薩 說實在話還真的蠻不錯吃的 吃完中餐後 我們從京都車站乘車約10分鐘 來到了赫赫有名的二條城 二條城這邊建造於1603年 曾經是德川家康來京都時候的寓所 那這邊是大正奉還 也就是幕府把政權轉嫁給天皇搜索 畫這個地方喔 二條城由於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也成為世界遺產中的其中一個建築 臨完二之丸玉墊也是日本國寶 城內也有許多重要文化財 從二條城搭車15分鐘或是走路30分鐘 我們來到景市場吃點小吃當下午茶吧 景市場擁有400年的歷史 被稱為京都的廚房 在長390公尺的商店 皆塞了126個店鋪 那大家請注意 由於市場人潮很多請不要邊走邊吃 很可能會造成其他旅客的不便 買完食物之後請在店的前面或裡面吃喔 景市場的周遭有很多商店街以及百貨公司 在吃晚餐之前可以稍微協拼一下 一路逛到知名的鴨川附近也是晚餐時間囉 很可惜我們拜訪京都的時間是秋天 已經沒有納涼床可供用餐 但鴨川旁的仙斗亭 也有非常多的居酒屋可以選擇 Bobbo跟文選了一家還蠻有氣氛的居酒屋 Demimasu用餐 這道是鯛魚香壽司 但是其實大家一看 這顏色搭配這個光 有點像蜂蜜蛋糕啦 酒足飯堡之後我們可以稍微逛逛晚上的京都 雖然店都已經休息了 但可以避開人潮 有種夜遊淺草寺的那種浪漫感覺 那我們就簡單的逛一下奇緣 然後有點體力的話可以接著走到二年版拍拍照 明天白天再帶大家回到這兩個地方看看白天的景色吧 那我們第一天就結束囉 第二天我們早早起床 在金閣寺開始我們第一個行程 金閣寺的本名稱為陸院寺 那兒建立於1397年 也是因為它的核心建築物設立墊 貼滿了金箔的裝飾 所以才被擬稱為金閣寺 離開金閣寺之後 我們前往京都的另一個閉房景點 福建稻河大社 京都蠻多知名觀光景點 相隔距離都蠻遠的 大家可以多多利用Google Maps查詢距離 比較好規劃行程 大概坐車50分鐘 我們到達福建稻河大社 福建稻河神社建立於奈良時代 也是西元711年的時候 那它呢就是日本全境內四萬多個 稻河神社的總本社 同時也是以千本兩區所聞名的喔 稻河大社的餐道上 有一些餐廳跟小攤販 如果肚子餓了可以直接在這邊用餐 包伯跟維恩也買了一串 日式的烤豬肉串當中餐吃 接下來我們從福建稻河站 大概坐車5分鐘 可以到達清水5條站 從這邊走25分鐘左右 可以到達清水4 到達清水4的一路上 有很多茶屋 大家走累的可以休息一下 喝喝茶吃點心 清水4是京都最古老的寺廟 它建於西元的780年 而且佔地有13萬平方公尺 德川加光於1633年修復清水4之後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樣貌 那這邊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有佛寶可以看 離開清水4之後 我們從別條路往山下走 走的方向就是我們昨天夜遊的範圍 三年版、二年版等等的這個區域 是京都的人氣景點 尤其是三年版 也就是產靈版 真的歷史最悠久 聽說八、九世紀的時候 就開闢出來的道路 二年版則在大正初期時開闢 正式名稱為二寧版 兩旁很多商店街跟紀念品店 大家不妨花個一兩個小時 在這邊買買東西拍拍照 我們一路往山下走 大概走個五分鐘 就可以到達祈元這個區域 這一區是京都市區內 代表性的鬧區域 與風化區 約一公里長的花劍小路通 最適合拍照 晚餐我們來吃個燒燒高級的料理吧 我們從祈元走二十分鐘 可以提達京都嫖斗 這家店是以算算鍋 以及壽喜燒為主 這個餐廳有三大要素的結合 真誠的接待 堅持新鮮食材的料理 以及取之日本風情神髓所設計的 洗鍊現代空間 我們選擇壽喜燒的牛肉 是日本三大和牛之一的浸江牛 以其緊實的肉質與豐富的香氣為特徵 那我們的京都油就在晚餐中結束吧 京都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城市 有非常多的景點可以玩 也是一個值得多次拜訪的城市 Bobbo雖然來過京都三四次左右 但每次來都有不同的新發現 也很期待下次拜訪京都會有什麼新體驗 以上就是這次的京都兩天一夜遊 以後有機會我們還會推出各種不同的京都組合影片 請大家盡期待 我是Bobbo 大家下次見 拜拜